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 竟然需要66人 抬着进百米长的铁龙 穿越整个非洲来进行捕捉 他们将铁龙放在河边 绑上洗了十遍的美羊羊当作诱饵 在宁上熬出了38天的奥里给当作酱汁 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 就这样准备好了 到了晚上 所有人都全身贯注地盯着笼子 时刻等待着猎物的上钩 就在这时 监控画面里突然出现了一对卡自然大眼睛 所有人立马警惕起来 然而怪物似乎有着极高的智商 他紧盯着铁龙里的小羊 却迟迟没有发动攻击 就连猎人也等得十分着急 没想到下一秒 怪物竟然就潜入水中 摔起尾巴就准备打道回府 猎人只好抓紧机会 举起AK司机 连忙射出定位子弹 好在子弹完美命中 虽然这次怪物没有上钩 但起码他们可以随时查看怪物的动向 随之第二天 当众人来查看陷阱 却发现铁龙中的小羊早就没了踪影 可笼子竟然完好无损 而且视频监控也意外被雨水打坏 看来这怪物着实不好对付 但为首的几人并没有气馁 老龄人突然放出一枪 提醒所有人重新设置诱饵 做好再次抓捕怪物的准备 然而晚上 就在众人严正以待时 一个男孩却独自来到了陷阱旁边 他爬进铁龙 竟然不要命的开始呼叫怪物的名字 可他呼喊了半天 水面依旧波澜不惊 怪物似乎并不在附近 谁知就在这时 啊啊啊啊